他的政策一個都不合理 都是對立的 環境很差 薪資不好 連學和工廠 疫情期間要共體時間 上花花班 你做功德啊 甚至一個人要照顧20個病人 為什麼很多病人就急在急診 因為沒有病房 所以手術要延期 治療要延期 這已經變國安問題 因為一個護病比不夠 是會大量增加死亡率的 投資在醫護的GDP都偏低 冷酷辣招政你看 他還是只有六成要工作 去年的時候 該不給他的今天 碰到年底他都不給 結果今年給了之後 突然你又跟我要回去 標準的秋後算 二千保的中額 八千億里頭 撥給護理師 那其他的 白班跟醫學班的對立 醫學中心跟地區醫院的對立 一個法三四十年修不過 七年多了 五院都是你的 他就是不討論 我殺臉幣 我已經撥了20億給你的 林家朗不知好歹 好像是這種感覺對待護理師 是很諷刺的 醫生是很支持民進黨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se He's a Pro 歡迎收看今天的護來座談 我是主持人歷史哥李儀修 我們今天來我們的專家講堂啊 那我們今天來討論就是醫護啊 那醫護呢最近尤其護理師啊 迎來了所謂的 世紀大逃荒啊為什麼呢 因為大離職潮啊出現了 根據呢目前統計啊 光是上半年的狀況呢 就離職了將近2000人了 這是有史以來最高的一個時刻 與此同時呢護理師的相關問題呢 已經積累到了不得不發的程度了 也因此引爆了最近一串啊 在政壇上呢 討論護理政策的這個狀況啊 到底要怎麼補足這個缺口啊 怎麼來提升護理師的勞動權益啊 等等的但是似乎到目前為止 好像都還沒有達到點上啊 事實上這也是一個 非常值得借鏡的 因為不管是台灣或者是呢 放租啊比如說整個華人圈 或者甚至到新立國家 護理缺人的問題呢 一直都是一個很大的麻煩啊 但在台灣特別嚴重啊 因為呢我們也知道 有些政治人會喜歡護理師做功德嘛 好那關於護理相關的問題啊 我們當然要請教誰 我們來請教呢 我們的蔡皮羅園 嗨第十哥大家好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皮羅 是喔這個 為什麼請教碧露姐呢 因為很簡單 對 碧露姐你做護理師做多久 30年 做30年 我在台大醫院工作30年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我本來想說 如果我沒有跟著柯主席 去台北市政府 我都想說我第一個工作 就在台大醫院 我可能應該可以做到 從台大醫院退休 要做40年 對做40年 那40年真的就不容易了 其實我們那個單位是外科教育病房 跟我同樣做二十幾年的 大概就有一位 我常常講說我就是熱在工作 那護理工作很煩很雜 然後常常有時候家屬就是 有時候不尊重你 有甚至三次經 五次經事後你都有可能 就是說工作職場上面 並不是那麼的友善 但是為什麼我們還想要做 其實 當我們護理師 南丁各爾宣誓的那一天開始 或者是醫師宣誓的那一天開始 其實我們對醫護都有一種使命感 所以為什麼過去三年疫情期間 2021年 台灣疫情大爆發的時候 那時候 我就因為立法院也休醫 我就毅然決然的想去幫忙 因為當時很多的護理人員他都確診了 確診之後他隔離 但是沒有補盡能力 只有原來一個護理師 就是百般可能要照顧七八個 他變成連隔壁的被確診了 他沒有人照顧了 所以他變成一個人要照顧 15個16個 甚至一個人要照顧20個病人 都有可能 那這樣子的一個做功德 這樣一個血汗工廠之後 其實歷經了三年 2021年我到和平醫院去幫忙的時候 你想想看 每天穿著兩層三層的那個防護衣 然後口罩啊帽子 其實那個汗流加倍的那個樣子 像我還是為什麼還是很想要去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疫情來了把它當作一場戰爭 那這個戰爭裡頭需要醫護人員 所以醫護人員 對我來講我就有一種使命感 我需要跟我的同伴站在一起 共同作戰的一種感覺 那所以那時候去幫忙 我是覺得我餘有榮焉 因為過去我在台大醫院 其實在葉柯某的團隊裡頭 我也工作了十幾年 對我們來講就出生入死 所以醫護的工作對我來講 可以做30年 對我來講就是 真的我可以從這個中間得到很多的樂趣 然後再來也有很多的成就感 因為有很多病人呢 你想想看你就覺得 臨床上醫生都覺得不大可能救起來 當你救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那種 情境 那種榮譽感 你可以保持保持很久 但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隔天又有其他病人會罵你 我都覺得那都是小事 我們都會沉浸在那時候 我們救了一個病人 我們可以講很久 傳送很久 你知道 我就講一個小故事給你聽 最近呢 柯主席就到我的選區去 然後去演講 他就跟我講說 柴柏我最近碰到去屏東的那個 他說他爸爸當時 莊葉柯某的時候 最後領終的時候 他說都沒有人要送他回家 後來他說是你送他回去的 然後我就說 他還記得 已經過了十幾年他還記得 他說那你記得 我說當然還記得 然後我就說 那個病人還記得 我突然間覺得好感動 對 就是說你的工作上面 曾經有人這麼的肯定你 過了十幾年了 然後他還講給柯文哲聽 然後柯文哲回來還跟我講說 你記不記得 我說我記得 我說 我不好意思講 我生日年他心什麼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哇 對就是我們會為這種事情記很久 我們覺得我們救了一個生命 我們就覺得 哇 魚有榮焉 那個榮藥不會只屬於我 我們現在就是團隊作戰 所以 過去疫情三年 我覺得我們的醫護人員辛苦了 那我想這個護理師有很多狀況 因為我本身是護理師家屬 所以對護理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是從那之後 大有所盡 單位缺人的時候 換來換去換來換去 你每天都上 那個叫花花班 沒人地的時候就這樣吃 然後他就是用一種 這叫花班 或者是吃班的狀況 所以這也就造成說 今年我們可以看到 半年就有超過1700人來離職 那護理師的全聯會就說 這現在是供時常壓力帶 而且又擔心傳染給家人 這是新冠期間 所以就開始爆發離職草 尤其今年疫情緩和下來 大家開始走沒有心理負擔嘛 而且因為這個樣子 新進護理人員要大幅下降 所以走的多補的很少 各大醫院能力吃緊 甚至連床數都下降 也就是說他能照護的床數 那目前像這個護理師工業的理事長 陳玉鳳他說 大家在急診帶床的時間是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影響到自己的權益之後才發現離職草 這事情真的很嚴重 我想現在有去看急診的人都知道 現在真的等很久才輪到 非常久 那再來這個護理師工業全聯貴的 這個理事長的技術技能他也說到 這醫學中心目前 庸篩的狀況應該差不多 因為病房根本就上不去 病人都被集中在急診 所以每個醫院的急診現在變得很庸篩 簡單來講因為急診完 如果他真的需要住院 他就要往上到病房去 但問題是病房根根空不出來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醫療量能跟人手目前根本就不夠 不過目前政府就說 這個之前都講你們共體時間 那現在大家真的是不想再共體時間 那什麼反應最明確呢 我們就看這個護理師的真材狀況 我隨便找了國內就是最大型的幾家 隨便一家你看6100筆 所以說這缺到有點誇張 而且他6100筆不是每一筆缺一個人 都是缺1到5個人 就隨便找的 那我們就直接看這個職業人數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零有護理師執照的人 那他的職業的比例 我們可以看到1、2、3、4、5月 就是直線式的下滑 那你說到6月怎麼漲了一點點呢 那因為很簡單 那6月畢業潮 但儘管畢業潮啊 我相信你太太是護理師也常常會講 他就是要你做功德啊 剛剛講的上花花班 突然又有人請假了 拜託你頂一下嘛 連班 連班 因為病人不會少 但是護理人員 自己也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那就是要教你頂一下 白班上晚上大夜班 大夜班上晚 搞不好還叫你隔天上小夜班 然後你都中間都沒有休息 足夠的時間 所以就這樣花來花去花花班 那他就是為了要共體時間 一開始是熱忱 最後是責任感 然後最後就會開始覺得心寒 你看疫情期間 要我們要共體時間 學和工廠 但是你想想看喔 其實這個職業 這疫情完了 這疫情完了 我跟你講這個人數是這樣子 大概全台灣呢 全國零有護理師執照的 大概有30萬人 但是呢真正在職業的 大概現在就只有18萬多 等於是說 你大概有37% 他是不願意去領充座 為什麼 當然有些是結婚生肖 其實這個是少數 另外的很多 護理人員 他寧可去哪裡 醫美診所啊 寧可去賣什麼營養品啊 我們的護理的專業 假設你願意進入 你的護理專業市場是很夠的 比醫師還會溝通 還會接受 對不對 醫師常常講說 就是這樣就走啊 剩下的留下來就是 護理師 要開始跟他解釋 你這個情況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告訴你 臨床上你會發現 會溝通的是護理師 所以相對的 他不在臨床上工作 他去找北勒行業 都可以做得到很好 像我有一個同事 跟我一樣在台大 然後本來他跟我說 要在家帶小孩 結果一年之後 他就跟我說 他在理醫公司當總經理 我說 他說因為我們常常在交病 每天 看生死 不時送往映賴 而是說看到很多的生死 第一他的專業 第二他的溝通能力 很快他就是一個主管 所以很多護理人員他就覺得說 我在醫院裡頭 就這麼的辛苦 那他就流失掉了 對這樣子就很容易就流失掉了 到今年來講 離職了一千多塊兩千個 其實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爆發出來 才會進入到今年選舉的一個話題 有兩個原因 讓他造成這一次 大量的一個離職炒 第一個就是 你已經發了禁貼了 你又跟我要回去 哇 心情有夠壞 疫情來我在第一線打 結果你是這樣對待 我們這些第一線 大家都上街啦 對第一線的人 第一個就是還跟你要回來 第二個是黃毅今天 從去年到現在 有的還沒有發 他就是偷偷拉拉的 我跟你講 台灣人會有一句話 灰炒頭前沒有人在炒後面 對不對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兩岸打仗 我們的阿兵哥 你給他的打仗今天 還可以抽回來 或是不願意發 那事氣就崩潰了 這事氣就崩潰 所以這就是護理人員 事氣崩潰的原因 所以今年就發現出現了這個離職炒 這離職炒之後 中部有幾家醫院 我就不好意思講 中部有幾家醫院 他們就關病房 因為他招不到護理師 他們也是覺得說 我無奈 我就是招不到護理師 甚至招了大批的護理師進來 要重新訓練 要訓練也要一兩個月 才能夠開病房 是 為什麼很多病人 就急在急診 因為沒有病房 根本上不去 因為他就沒有護理人員 所以他趕病房就關掉了 對就是 這就是現在的問題 我講一個故事 也是今年的那個七月多的時候 我在和平醫院工作的學妹 就突然間寫個LINE給我 當時疫情期間 衛福部答應他們 只要照顧一個確診的病患 一般就一萬塊 結果他說他都領了 結果今年居然來公共把他要回去 要跟他討什麼18萬還是17萬 他就覺得他很生氣 你第一個是去年的時候 該不給他的今天 從第一劑拖到最後一劑 等於是從年初的2月3月 拖到年底他都不給 結果今年給了之後 突然間又來了個公問說 意思就是說我們發錯了 要把你調回來 醫院整個去算 並沒有發錯啊 我不知道衛福部的用什麼樣的理由 去跟他講說 你多領了或者說 那個病患不是確診病人 當時就是說 一旦我們只要快篩陽性 我們就會進入那種 專責照顧的模式 只要是儀式確診病人 因為他就是陽性 那是不是他PCR是不是那個在說 那大家就要用那個規格 確診病人的規格去照顧他 所以我覺得發一萬塊 這件事情就是必須的 最後他們受不了 就在上街頭去看病 我就覺得我們的衛福部真的是 對待我們過去三年戰爭 這個疫情是一場戰役 對待我們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你可以這樣子對待嗎 引爆這一次的話題的就是賴清德 賴清德你號稱你是一個醫師 我覺得這民進黨真的是一個混蛋 也許你也不能怪他 他已經離開醫護二三十年 第一線太久了 太久了 你不能夠說他再是一個醫生了 他完全不瞭解 醫護的一個工作環境 環境很差 薪資不好 薪資是所謂不好 是不對稱 錢少 事多 還有可能隨時遭遇這些暴力事件 就是你 性騷啊 暴力都 性騷啊 暴力都 而且又要有專業度 對 不是沒有專業 你又要專業 所以就是說你的工作職場跟你的薪資 事實上是不媚取的 每天都要符合 結果你給的薪水這麼少 這不就標準要馬而跑 要不馬而不吃草 對啊所以才會有血和工廠 其實面對的是生命 其實很多護理人員壓力真的會很大 被追繳防疫津貼 這是真的很扯 很扯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在今年8月的時候 就是和平醫院 就和平醫院的事情了 還公家醫院 那照護COVID-19 當時就有要給個案所謂的防疫津貼 結果被認定竟然是毅嶺 你給了人家 然後說毅嶺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說毅嶺把你抓回去 否則的話你怎麼可以貪這錢 就是不只是和平醫院 更新醫院 振興醫院 台大醫院的金三分院 你的老同家 然後全部都要從薪資中 直接扣除毅嶺的津貼 那最扯的事情 衛福部的醫藥是說 院方已經提出身負 8月的時候 要來完成這聯誼的審負方案 你都先扣了才在審負 你不應該是要扣之前 你先調查一下嗎 就這樣子 所以今天這個聯誼公會 就跑去抗疫了嘛 所以你停止追繳防疫激貼 別再追殺防疫人員 要防疫的時候 把人家捧上天 不防疫的時候 直接把人家一腳踹開 然後錢還要抽回來 你記不記得 2021年5月剛爆發的時候 他說所有的護理人員 全部要回到醫療 去供體時間 然後甚至有人要申請出國 說不行 都不行 然後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人事凍結 各種都凍結 都做不行 一律這場病毒的戰役 開始了全部要上戰場 上戰場 真的 然後你的防疫津貼 居然第一個不是不發 再來就是說聲音 真的就衛福部 當時陳時中被罵爆了 所以最後大家放寬說 好快篩養 就算養 結果事後 這就事後算帳啊 標準的秋後算帳 而且更別說 剛才秘密也其實講到一個關鍵 我是用確診規格照顧啊 我是用高規格 高規格 我的這些耗材全部都要 我的設備 我的耗材 是讓他住在 這種專責病房裡面的 然後你現在說 那個不是確診 所以我把你的今天 討回來 超荒謬 不過我告訴你 這才是引爆醫護人員暴動 而且就是爆發離子草的原因 後來賴清德就提出來 就說 那我們就從招生 搞錯重點了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賴清德就 看到這個醫護人抗議 然後大量離子 其實醫護人最痛的離子是什麼 我上街看你又不理善我 那我不幹種行 對他們去抗議也沒有理善 其實這裡面 比如說你知道嗎 我看到這個標語我很難過 為什麼 今天我過牢明天你過牢 作為一個白衣天使 這個衛護部就是這樣對待 而且這過牢是什麼 這是過奈何牢是什麼 我覺得今天護理人員 醫護人員他的天使是救人 結果他竟然沉痛到 去拿這種標語 我覺得他是非常不願意 拿生死來講話 但是今天如果他過牢你不 妥善照顧他的話 那真的 自己就先過橋 他不是你病況過橋的問題 而且大家也知道 這護病比不夠 是會大量增加死亡率的 副總統的賴清德 他的這個提法也很怪 增加護身名額 最好笑的是 黃珊珊就酸他說 日醫護問題 你是醫師 你比我還外行 我是律師 你是醫師 賴清德就這個叫什麼 擴大護理系招生名額 結果護理系全其反彈 這是一個護理的粉絲 藝人一系抗議賴主席 競選總統護理政見活動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擴大護理系招生名額 就是個衝大的錯誤政策 你應該改革的是護病比入法 而且定有法者 這個黃珊珊就說 血和醫護才是問題的所在 怎麼搞的說 以為增加護身招生名額 就可以來解決問題 他意思是說我要更多的護理系的學生 畢業之後就有護理師了嗎 對吧 但是我們剛剛也看到 這個問題是不職業 對 就全國有30萬 可是真正在臨床上職業的 他只有58.5 連6成都沒有 重點是平均任職的年份 只有6.5到7年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所以我說有7年之養 護理師有7年之禮 7年就離職了 醫病關係壓力大 動不動還有什麼 醫糾 醫療糾紛現在就醫糾嘛 對 動輒就醫糾 然後每一次爆發 就要被吃招集令 然後一直用情緒綁架勒索 醫師自己踢馬蜂窩 這什麼邏輯 增加護身比例 能夠緩解所謂的 護理師的離職潮嗎 不可能 因為你也緩不及幾 你應該是從那30萬 您有護理師執照的 如何讓友善環境 薪資正確的三班護病 以這樣的比例 然後讓這些 已經領有護理師執照的 願意回到臨床上面來工作 而不是說我要去擴大照尊 擴大照尊你看 他還是只有六成要工作 最後 只是每個人都去讀了一個文品 甚至他還 他還認證去考了一個執照 可是他還是不願意到第一線去工作 還是你看了他說 當校護啊 美容或其他的工作 這我跟妳講的嘛 最後去醫美或是其他的工作 就像我們那個同事 他說他們覺得他們只要去 那個需要高度溝通的單位 很快都升為主管 因為護理人員最少很常溝通 他這裡還少寫一個你知道嗎 空姐 空服務員 很多 現在空服務員很喜歡招護理師 不管是空少或空姐 為什麼 因為呢 隨時這個機上發生突發狀況 因為飛機他那個是有一個變溫變壓的狀況 變溫然後那個氣壓的高低 然後容易誘發 比如說有慢性病高血壓之類的 突然有疾病 然後他可以緊急救護 他可以幫航空公司檢視很多 不必要的意外 對 我花錢栽培你 我花錢幫你家補你英文 幫你補外語 然後幫你培訓 你不用這個相關的產業 不用你來 太好了 而且最好是每一架班機機組員配一個 對 那這樣的話他就雙重優勢啊 當然不是說他轉型來不好 但是問題是第一線沒人啊 一支軍隊只有六成人在打仗 怎麼打 我們兩個今天講完 很多人都去考護理師 護理師考完之後 他有很多很多的選擇 護理系畢業之後 真的真的有很多的選擇 但是如果我們要真正面對問題 如果臨床的工作性質不改善 我覺得還是留不住護理師的 所以呢賴清德去提這個 大家都覺得很恐怖 當然這個大家就批判嘛 就說你除了增加護生命之外 你就傻逼 傻到一半倍 對啊 越傻人越少 那你如果傻逼人解決 那你就算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灣護理人員長期能力不足 那新冠之後直接爆了這個離子草 那政府是口口聲聲說要留任人才 但是問題是你低薪高護病比啊 什麼高護病比啊 就是病人一大堆護理師一點點 這護理師就離開醫院了嘛 那大家也不管 那最主要是大病院指導官床 所以手術要延期 治療要延期 這已經變國安問題 因為一個政府是要造福老百姓 結果一個政府 不然沒辦法造福老百姓 他現在呢搞得變成 就沒有人滿意嘛 那所以呢賴清德就說啊 那我就讓你加薪吧 你不留下來 我提兩道政策嘛 一支劍叫做什麼護身增加 另外一支劍呢叫做這個護理師來加薪 而且很快有雷利風行喔 隔天 隔天行政院馬上通過 護理人力政策準備計劃 宣布夜班獎勵增加 那你護理界就直接反彈 為什麼反彈 我們根本看不到 執政人在護理的重視 為什麼 白班貢獻不比夜班少 今天不是只有夜班缺人 是全部缺人 你現在怎樣 左腳是人 右腳不是人嗎 那這個重點是 不是所有人都只做白班 大家要輪班 是 三個月白班換三個月 而且有些醫院是一個月 一個月輪的 那所以搞了半天 就明明就說 所謂的低薪高工時護病筆 沒有解決之外 現在又創造一個新的 就是我一刀切 白班 繼續低薪吧 那你夜班呢 你加一點錢吧 所以大家就傻眼啊 抗議 對嘛 就出來抗議嘛 這簡直是醫療尊嚴已死啊 你現在還對護理師實行怎樣 認知作戰還是怎樣 撕裂作戰嗎 你直接是夜班 給他拆開來做 這真的很厲害 這我就想到 以前這個民進黨 最厲害就是撕裂族群 以前撕裂本省外省 現在撕裂年齡族群 這年輕人跟老人 現在連護理師 你知道我玩下去了嗎 最扯的是什麼呢 連綠媒 都對一代金屬 這次政策不滿意 那看一下自由時報啊 他這個自由開獎裡面的 有一個 這個他有其中一個 朱毅宏所投稿的 他就說啊 你這個夜班獎勵方案啊 是看起來好像很有效率 但是我也不選擇 以素食廉價巨鑑 來處理錯綜負擔 護理人力問題 並且甩鍋給醫院 又要醫院做功德 自由時報的投稿 竟然罵賴清德最怕被批判 叫人家做功德的事情 但他講到說 因為COVID-19的疫情衝擊 護理人員的工作壓力變大 提早退休離職率增加 護理人數不足更加惡化 2022年護理系的新生註冊率 護理的應屆畢業生 都叫前一年降低啊 推夜班獎勵 反覆有錢好辦是大傻幣後 一切要到病處 那我看到碧綠姐 就寫了一篇文章 批這個事情嘛 你選錢大傻幣 還製造日夜班對立 我們來聊一下這事情啊 對啊 我跟你講這個政策錯誤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原來他本來就有小夜班費 跟大夜班費 然後他現在提說 夜班費要從400到1000 這些錢我後來去看了他的範圍 他一個就是說 這個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年如果要補給他夜班費 那錢夠不夠 他是從健保的總額裡頭去匡列 然後他就說從裡頭抽出來 就是說要撥補21 問題是如果按照他這樣子的一個算法 那三班護病要拿把補足能力的話 事實上我們的護理師還要增加7萬多人 恐怕要43億 好我們不要講那個3億好了 只要增加40億 結果你現在呢 好你要補20億 請問一下20億要從哪裡來 第二個問題就出在哪裡 他的預算 他是從健保的總額 今年的健保是8000億 然後他你把那20億過來 你覺得很少對不對 但是你忘記了 族群的分類對立 因為在這個健保總額裡頭 還有其他的 醫師 藥師 醫檢師 醫檢師 護健師 營養師 社工師 就是說 在醫院裡頭 這個團隊各個師級的 就覺得說難道我們不辛苦嗎 你只補給護理人員 而且你是從健保的總額裡頭去 其實從這塊大餅裡頭 大家都要想分食這個餅嘛 對不對 你今天只拿出一些餅來分給護理師 好那其他的師級會不會跟你抗議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筆預算要從 衛福部的公務預算來編 這是我的建議 健保的總額裡頭 他撥了21億 問題是 他是撥補給醫院 他不是直接撥補給到護理人員的 薪資口袋裡頭去 那你補給醫院 那醫院會覺得說 我本來就給你小業班費 給你大業班費 所以竟然變成說 這一筆經費是補醫院 他並不是補醫護人員的小業班 那變成醫院放個護理師也對你 對 我覺得這要講清楚 這要講清楚 不然醫院會覺得說 這是健保的總額分到醫院裡頭來 那醫院就拿 他還有第三個很嚴重的問題 他醫學中心 他的小業根大概是給600到1000 但是他的地區醫院 他只給400到600 蛤 你又製造了 你就製造了城鄉了 我告訴你 在地區醫院 已經很難找得到護理師 你剛剛其實你找到那個104那個 你看都是地方 都是地方醫院 地方都醫院 去年平均我們的護理人員的離績率 是15.8 他說醫學中心大概就是11 12 但是地區醫院都會高到三層 那你又再把夜點再把它拉成對立面 那是不是地區醫院又更招不到人 因為他是社區醫學的理事長 他就覺得你去找了一個很爛的一個方法 最後推行這個夜班獎勵 對啊你注意看什麼診所啊 什麼護理之家 那個都是地方醫院 他不是醫學中心也不是區醫院 那你是這樣製造那個醫學中心 跟地區醫院的一些對立嗎 是 他的政策一個都不合理 那我就不知道說 民進黨你今天只是因為選舉到了 所以你要騙票 而且你會覺得說 民進黨不知好歹 我已經播了20億給你的 你們想怎麼樣 好像是這種感覺對待護理師 可是你不知道在這個族群裡頭 他深入討論過去 每一個面向都是錯誤的 都是對立的 白班跟夜班的對立 醫學中心跟地區醫院的對立 健保的總額8000億裡頭 撥給護理師 那其他的師級的 醫師 藥劑師 營養師 檢驗師 因為他們也職業班啊 他們也很辛苦啊 甚至很多醫學中心或區醫院 他們社公司晚上也要值班啊 他們甚至還有工程師耶 對還有那個資訊工程師 我同學妹妹就是在醫院做資訊工程師 因為醫院的這個系統常常會當機啊 常常當機啊 因為大家是一個團隊啊 是 醫護的那個全部都要靠電腦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提了一個 他就以為說 我撒點幣 那這個年底的票先騙到再說 因為這些你會發現你在細究過去 每一項都是問題 都有問題 而且這件事情不是今天才爆出來的 對 你執政七年多 這件事情是一直都有的耶 其實蔡英文的政見裡頭 就有要提正確的三班互併比 三班的互併比是蔡英文的政策 你過去完全執政七年你不討論 所以我到立法院的時候 其實這個法案我就寫了 可是他就是 七年多了耶 對 完全執政七年多了 他就是不討論 五院都是你的還想幹嘛 對 你剛公衛司法那些團體來跟我講說 他說這個法呢 三四十年為什麼都修不過 我說一個法三四十年修不過 為什麼呢 然後他就講說 厲害關係的團體就是反對反對 我提進去了 反正就壓在那裡 然後當時 我記得陳時中有來跟我溝通 他說 就公衛司法先優先 然後再來之後 健康營養法先優先 我都同意 我說那其實護理人員非常辛苦 你的那個護理點數是應該拉高 對 健保的護理費裡頭 本來從658點 好像只增加到700多點 第一個要拉高 第二個你不可以給我打折 你知道現在健保幾戶呢 不是1點1塊錢 他都常常1點 然後打9折85折 所以呢 護理點數700多點 你只能領下來大概也只能領700塊 就是你一天的護理費呢 這麼辛苦做 跟健保局只有請700塊 對 所以他都不願意去正視這個 護理人員的一個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那其實最真正的問題就是 三班護病比 我們現在就是常常一個人要照顧十幾個 可是在歐美國家 大概現在正常就1比6 或者是慢性病房就1比8 因為你如果多一個護理師 多照顧一個病人 這個paper有研究出來 兩個禮拜的併發症會變多 死亡率會增高1% 這些併發症 做惡性循環嘛 因為你一個護理師 要照顧這麼多病人 你沒有辦法面面具到 常常有些併發症出來 然後他就本來要住一個禮拜 他可能就要多住兩個禮拜 對 對不對 這個是大家顯而易見 這是併發症 床又更缺了 床又更缺了 因為他也沒辦法出院 其實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執政黨衛福部 民進黨都不去正視真正的問題 然後去講一些 看起來都是互相矛盾的一個政策 他以為撒錢就可以解決一切了 而且我覺得很厲害的事情是 這些問題都是老問題 然後他想到的方法就是一個 所有問題裡面最壞的那一節 對 那我們不能說要嘛你就笨 要嘛你是蠢 要嘛你是蠢 要嘛就是壞啊 不是我告訴你人家也不壞 歷史哥我告訴你 相信我過一兩個禮拜 他又提出 藥劑師也來個補也班 然後什麼都要補 反正他只要把錢全部撒下去 因為你罵我嘛 所以是騙 對他就騙 反正他就是騙票 他就在這個8000億 今年的健保預算就8000億 他就是不要增加 挖東牆補西牆 他就一句話你們自己去協調 結果就變成護理師是自己的利益者 他就是要行訴的 都沒政府的事情 對 我政府站在旁邊兩個 欸我幫我 我給你啦 我給你啊你們自己喬啊 你們自己喬啊 到底可以拿到多少自己喬 哇很會耶 這就是矛盾轉移大法 然後老百姓又要增加付錢 那其實加付錢沒有關係 重點是你要解決問題 現在是沒有解決問題 把矛盾又丟回去 對 因為整個政策是非常的扯 那好理就說了 你是醫師耶 就是你完全默示護理人員啊 你應該一日同來對待啊 更何況 OECD健保投資金額 台灣比日韓的標準還低 我們現在都在慶賀說 哎呀我們今天的GDP超過韓國了啊 你看我們這個台灣經濟是 這20年來最好的時刻啊 結果呢搞了半天啊 這個GDP的8%都做不到 因為現在我們大概好像6.8% 目前是6.8% 為什麼對護理師這麼苛刻 對於我們的醫護 8000億就是8000億 才死就才死 那今天要前戰預算 8800億就丟出去了 今天要封建兩兆就丟出去了 那今天要醫療特別預算 8000億丟出去 最扯的是 8000億丟出去還要把人家追繳回來 對 這是什麼邏輯我完全看不懂 對 我國的這個醫療所佔的佔比的GDP 大概台灣大概是6.8% 然後美國大概是11% 日本大概目前大概9點多 韓國大概9點多將近到10% 所以呢基本上我們 投資在醫護的部分的GDP都偏低 醫療品質就會不好 但是因為我們的健保總額 又已經高達8000億了 那8000億到底多還是少 不知道啦 所以現在 其實柯主席跟侯市長看起來提出來的 要GDP提升到8 其實我講一下 蔡英文當時的競選的口號也有講出來 她說要提升到7 然後她 就連0.2都不願意加 對她連0.2都不願意加 就是她的目標就是說 她第一任要提升到7% 第二任要提升到8% 第二任都快做完 第二任都快做完 執政7點來都6.5 6.8 完全你看都完全不做 可是我覺得是很諷刺的 很多的醫生是很支持民進黨 對 醫界是很綠而且是很支持民進黨 但是呢 她卻沒有用心在這一塊上面 那問題是我們可以編這麼多的特別預算 你想想 對 我們這個現在一年預算快兩兆 8800億不要說800億啦 你後面拿個每年多撥個30億 是啊 對不對 動不動就是 那個基礎建設什麼 8800億啊 這些綠能多少 但是你會發現最近 有兩個議題燒得很厲害了 就是醫護的工作環境跟護兵比 另外一個就是最近的大火 民養 民養嘛 消防員的 消防員的事情 你看這些其實不用花灑大幣 這些都是用在人的投資 他不願意投資台灣的人才 教育部為了要留住護理人才 所以送護理生去海外觀摩 就會留住護理人才 這是幹嘛 這代表就是 這又是哪 誰出了那個 笨蛋歸天子 就是笨蛋啊 你今天要留住護理人才 然後你把他送到國外去參訪 那他就留在國外 不是說他們不能參訪 參訪的意義應該是 讓他們了解國外的優秀跟不好的地方 然後他才支持可以公錯 他不是耶 他其實就是找一個明目 借機撒錢 然後說你看我們有留住護理人 這個邏輯從前面跟後面 中間那個格子 都是對不上的 這是兩個據點的話 不是教育部是哪個笨蛋去提出 我告訴你 大概20年前到10年前好了 我跟你講我們護理 我們最喜歡去的 就是去美國跟去澳洲 就是去考美國的RN 就是他們的註冊護理師 拿了工作簽證 那在工作量就可以有拿到綠卡 其實那時候是我年輕時候 我的同學啊 我的同事最喜歡做的事情 護理師的專業 這些國外都非常的歡迎 有專業的護理師去 所以你要去觀摩 我告訴你 人家就留在國外 就不回來了 是啊 美國為什麼後來才開始禁止 那個台灣的護理師輸出 我印象中啦 不曉得有沒有記錯 如果記錯網友幫我提點一下 我印象中是因為川普 嗯 他是反外嘛 他說美國優先 所以他慢慢有很多禁止 所以他慢慢就 台灣的護理師就比較 可以去啦 但就條件會變得比較嚴苛 這個在這如果護理人員 每個人護理師都去觀摩 我告訴你 畢業的時候每個人都跑光光 就去考美國的RN了 這個就是一個具體而為 今天我們民進黨政府 最大的問題所在 就是其實教育部就是要討好賴清德啦 所以他就去打這個邏輯 但這個邏輯完全大家就看不懂 那他怎麼會出這個邏輯 這邏輯任何的正常邏輯的人 就解釋不通嘛 這個政策真的讓人看不懂 對所以解釋不通的邏輯就是 那你只能從政治陰謀去結論 一解就通 因為他不具備 他的事務上的合理性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講了那麼多 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這次為什麼把護理的問題給拿出來 他事實上也是台灣目前整個問題的一個縮影 我們有很多實幹的單位 或實際的第一線 他們是非常非常辛苦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是 整個政府他事實上 他都在玩一個政治操作的遊戲 我覺得這是很可惡的喔 那之前可惡我想 畢竟應該是體會最深的喔 就是你不覺得政府現在到底在幹嘛 平常就認知作戰 然後選舉到就開始大傻逼 他覺得我傻臉幣 對他講這些是小錢 然後那個先騙票騙到了 我告訴你如果明年再輕的再執政 你看看那個夜班費 他就說中間有衝突 要再協商協商協商 就這樣協商再過幾年 你看他的三班護幣比 從蔡英文上要講到現在 會不會又回繳 就是說討論討論討論 會不會又繳回 繳回喔 搞不好又今天要繳回 我就覺得那這個民進黨政府 我們還要投他嗎 真的是 即便是這樣也被藏了很久 要不是這次要選舉 然後事實上從年初炒到現在 對 好不容易到了現在 才稍微浮上來了 沒錯 那我也是覺得 這也是我們好險 有一個事情是台灣人民真的 沒有那麼好一直運動下去 所以當在野黨有這個領袖 有開始提出這樣的 相關質疑的時候 逼著民進黨得做一點 做什麼 但是我們看到他做什麼 他還是 在經過今天 這個碧露姐的解析之後 我們會看到 他還是在玩手段 他想要把責任 推給護理師去死 就是誰叫你護理師會炒 你會炒有糖吃啊 那我糖給你囉 糖給你了 別人來我也教你 我不管喔 對啊 別人去跟護理師搶糖啊 人家會炒啊 你為什麼大聲點啊 有問題可以拍桌大聲點 去拍護理師的桌啊 不是拍我的桌啊 那執政的七年多 完全執政到底在幹嘛 這才是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議題 其實本質 很多人會說政治離自己很遠啊 但其實這個就是政治的結果 因為政治就是牽涉到治理這件事 所以在英文裡面 政府跟治理同一個字嘛 政府跟政府同一個字嘛 政府跟政府 這基本是同一個字形全變出來 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需要有一個更好的政府 然後來更好的治理的一個追求 是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會繼續來追蹤 來追蹤 然後我們會來座談 我們就聊到這裡 那這個最後還先幫我們大家 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然後更重要的事情是呢 可以加入我們會 讓我們做得更好 也歡迎大家可以用透過線下的贊助 超級有點超級感謝 或者是綠界 PayPal 微信或者郵局等等 都給我更多的兩場 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們今天特別感謝我們30年資深 退休護理事 半退休了 半退休了 好 那我們今天聊到這裡 那我們就下一期再相見囉 掰掰 掰掰